现在我们一同来学习第三个大段 前面为什么用这么多的时间呢 我们可以说占据了一半多的时间 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我深深地感到 如果我们能够把保罗得上的秘诀 我们掌握住一切工作都有一半 如果没有这个方法的话 我们办工作就失去方向 结果就越办越办不好 所以呢我们多一段时间掌握这个方法 是与我们今后的工作是密切在一起的 下面我们第三段的主题就是 预言中的教会 与上帝最伟大的使命 关于这个主题的 我们弟兄姊妹都是比较熟悉的 为什么今天还要来讲呢 就希望我们对这问题呢 能够有更深的认识 更有把握 我们讲一些经文 这个经文是与言道 我们末世代的教会 我们要更深地去理解它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实在是确实的 我们信主啊 学习主的真道 一个很重要的收获就是 你越学 越认识到主的话是真实的 把一切的怀疑 疑云越来越少 到最后就是完全的幸福 使你和客观的真理 能够完全相结在一起 因为上帝给我们道理是实在 是存在的 就因为我们自己有很多的缺陷 对主的道不能相合 我们学 越学 对主的道就越合 完全的幸福 完全的得到 所以我们再要把 我们已经知道的真理呢 再坚定一下 这个标题就是 预言中的教会 与上帝最伟大的使命 我们知道上帝 已经早已看到 他在来以前 他拣选一般儿女 那我们说呢 就是我们 基督福林安息人会的 忠实的信徒 我们要加上忠实的信徒 否则的时候呢 还不能够代表我们 我们 因为我们是 正好应验了上帝的话 有三个很重要的章节 这三个章节 一个是启述 十二章 十七节 还有呢 十章 十一节 以及十四章 十二节 我们这三处经文呢 大家都是会背的 第一处 启述十二章 十七节 龙向妇人发怒 屈于他 屈于的儿女争战 这儿女 就是那首上帝 诫命 为耶稣做戒证的 第二处章节 十章 第十一节 启述十章 有上帝建立 和耶稣正道的 这三处经文 就是我们 相信 上帝 在他 最后啊 托付给 一般的儿女 上帝 上帝 上帝说 拣选的 这里呢 我们提出三处经文 首先是十二章十七节 十二章比十七节 启述十二章比十七节 十二章十七节呢 是启述十二章最后的一节 最后的一节 那么下面还有一句话呢 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 其实这句话应该是分到第十三章第一节去 因为圣经 他 他原文都是不分这个章节的 后来把它分的 应该是分在十三章第一节 所以我们提到十七节呢 就读到这里为止 为耶稣做见证的 十二章最后的一节 其实十二章 是圣经当中我们说 是最长的预言到这个基督救赎的一章预言 因为它是从 可以说从创世就开始 从创世就开始 一直到今天 六千年 包括这么长的一段预言在里面 我们不去去讲 因为赵长老赵牧师啊 给我们过去都讲的很详细 是吧 这十二章啊 十二章都很清楚啊 在这儿呢 我想再提一下 提一下呢 有几个 就是我们肯定的 要肯定的啊 我们在 得一面复习 首先呢 我们可以把它 读一读 是吧 读一段我们很快就过去 就细讲 十二章第一节 我们一同来读 十二章第一节 天上显出大意向来 有一个妇人 身披日头 脚踩月亮 头戴十二星的冠冕 她怀了孕 在生产的艰难中 疼痛呼叫 好 我们先读到这里 这个是一个景象 十二章呢 一个原则 就是预表性的 就预表性的 因此这里面呢 嗯 富人 预表 日头月亮 十二星的冠冕 啊 生长 痛苦中 呼叫 等等 这都是预表性的 因此我们拿 预表 就要拿解释语言的方法 预表来解释它 嗯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一个 真杰的一个妇人 啊 头戴十二星的冠冕 是代表什么 冠冕 我们过去学的 十二星的冠冕 冠冕是 一个什么意思啊 得胜的时候 十二星呢 以色列十二个之派 我们还有十二个使徒 具体的还是应该 指着以色列十二个之派 也就是表示呢 将来得救的人 这个教会是 上帝选宁在以色列十二个之派中 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 这个日头 是代表什么 日头 我们基督 基督是公义的日头 月亮呢 对了 对了 使徒和先知 使徒 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上 那就是 我理解就这本圣经 这圣经就是使徒和先知 上帝 对他们的 这个信息 那这预表呢 我们可以 从意义上 取来 解说 以圣经 不备 都可以的 就要说明 对这个 真洁的妇人 她持守着 纯正的信仰 好 为什么在怀孕的时候 在生产当中疼痛的呼叫呢 这个是说明什么 说明什么 这个是说明 因为在人类的犯罪上 这就应许了 女人的后遇要伤舌的头 所以历代一代人就希望 快出现这个伤舌的头的救助 这是迟迟 一直到了四千年 所以耶稣啊 才降生 这就是一个难缠 这难缠 是在什么 什么人的身上呢 这个 就是普世 整个的世界 没有预备好 没有准备好 尤解这位救助 好 现在我们第三节开始 读下去 天上又显出异象来 有一条大红龙 七头十脚 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 他的尾巴 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 摔在地上 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 跟他生产之后 要吞吃他的孩子 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 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果的 他的孩子被提到上帝 宝座那里去了 妇人就逃到旷野 在那里 由上帝给他预备的地方 使他被养活一千二百六十天 这后面呢 这个龙很清楚 这种魔鬼撒旦 我们大家都很知道 因为九节就告诉我们 大龙骨蛇魔鬼撒旦 这七头十脚呢 我们就不去详细的解释了 就是代表七个 从这个埃及开始的 一直到最后 罗马教皇 这七个逼迫上帝的势力 十脚呢 也是罗马分裂了以后 当时的银法 德奥 葡萄牙 西班牙等等 这些都是受 第七个头所指示的 逼迫上帝子民的 这个地方呢 就是提到这个势力 总的就是代表一个逼迫上帝的势力 他的尾巴拖到天上 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 这个三分之一的星辰代表什么 代表天使 是吧 为什么知道是天使呢 下面就讲了 下面怎么说呢 各位看见第九节 他被摔在地上 他的十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所以我们根据这个经文知道 那个三分之一的天使呢 被摔在地上 就是指着反对的天使 而且在圣经里面 是把心 代表的天使 撒旦的是 早晨之子明亮之心 这边我们可以 从这几方面要 肯定就指着他讲的 这个摔在地上 是头一次摔在地上 第四节所提到的 他摔在地上以后 他就准备吞吃 那个妇人所生的男孩子 这个妇人所生的男孩子 指着谁啊 耶稣 我们从经文当中 看到哪一节 可以知道是耶稣呢 对 用铁杖管辖万国的 铁杖呢 管辖万国 就是牧养万国的 有谁可以牧养万国呢 只有耶稣 而且下面还讲呢 这孩子 又提到上帝宝座那里去的 没有被吞吃 而且最后提到上帝宝座那里去 所以这就是耶稣 这样的时候 妇人就逃到旷野 在那里呢 被养活一千二百六十天 这个地方是述说啊 后面的 第七个头 他的这种啊 逼迫的势力 所以在解经当中呢 有一部分解经法呢 律史就是两个 这个一千二百六十天呢 和后面的三连半是两回事 我们觉得这个是 是不恰当的 但是有人是这样解释 我们认为呢 这个第六节呢 还是呢 后面的 后面的第十四节 同一件事 第六节为什么先说呢 他跟一个大纲一样 讲到这以后 以后呢 第七节再详细讲 是这样 所以这个第六节呢 仍然是呢 后面的一个 一载二载半载的 这个时间 一载二载半载呢 三年半 同时也告诉我们 计算的方法 是一千二百六十天 一年就是三百六十天 所以我们的解释呢 是有语句的 就是根据这两节经文 吻合起来呢 就知道我们的解释是准确的 好 下面我们再一通读下去 第七节 我们读到第十二节 在天上就有了征战 米加勒 通他的使者 与龙征战 龙也通他的使者 去征战 并没有得胜 天上再没有 他们的地方 大龙就是那骨蛇 名叫魔鬼 又叫撒旦 是迷惑普天下的 他被摔在地上 他的使者 也一同被摔下去 我听见在天上 有大声音说 我上帝的救恩 能力果度 因他基督的权力 现在都来到了 因为那在我们上帝面前 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 已经被摔下去 弟兄胜过他 是因羔羊的血 和自己所见证的大 他们虽至于死 也不爱惜性命 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 你们都快了吧 其实地域还有祸了 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 就气纷纷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这一段里面呢 我们为什么说 这一段里面的征战呢 以后龙摔在地上 是第二次 而不是前面摔下来呢 这里面 从哪一点我们可以看到 这时间 因为那在我们上帝面前 这也控告我们弟兄的 已经被摔下去 就是说我们第一次摔在地上 他还可以到上帝那里去 所以约伯记里面不是记载着吗 上帝问撒旦 你从哪里来 从地上 走来走去 往返而来 上帝重止开会 第一次摔下来 撒旦还可以参加呢 他就通告我们 当第二次摔下来以后 他再也不能控告我们 为什么 因为第二次 耶稣到地上来 特地击碎了他的头 定在十字架上 他已经再不能到天上 就控告了 这个战争 为什么是说在天上的 为什么是天上有了征战呢 刚才我们读的第七节 这个天上的征战 战场是在地上 但是地上的战争呢 是天上的征战 因为第一次撒旦被摔在地上 他还可以上去 因此还要和上帝争夺在天上的地位 可是当耶稣定十字架 真正牺牲以后 那就撒旦彻底失败 因为特要借着死 败坏了 长死权的就是魔鬼 以赛亚二十五章第八节 他已经偷灭死亡 把死亡偷灭了 撒旦最大的权势就是死亡 耶稣基督借着死已经偷灭了 所以他就失败了 他就失败了 而这个战争呢 我们看来是耶稣定在十字架上 实际上是整个的善恶的斗争 耶稣在定十字架的时候 天庭 一切的生灵 圣父圣子圣灵 一同集中在十字架上 我们刚才就讲到 耶稣祷告那么恳切 一直当耶稣定死在十字架上 快要断气的时候 整个十字架都是黑暗的 当他最后牺牲的时候 气一段怎么样 圣子从上倒下 另外两半地也震动 石头也崩裂 整个的地球起了很大的一个变动 那就是在战争最后的成功 我们的主 仲天使和所有的恶者和恶施者 一同集中在十字架上 看到的是谁胜谁负 所以主耶稣基督付了一个最大的代价 牺牲自己 终于战胜了撒旦 这一段呢 就是指着耶稣牺牲 这个战争是全宇宙都参加的 因此是天上有了战争 这个战争呢 魔鬼失败了 所以就摔在地上 摔在地上就说 那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 已经被摔下去 第二次摔下去 第十一节 弟兄胜过他 是用高阳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那这节经文呢 是很重要的 我们以后还要讲 这是我们得胜的一个根源 也就是第二次啊 耶稣在天上征战 战胜了撒旦以后 他是以他自己的血来胜过的 所以我们要得胜魔鬼 同样首先靠着耶稣的宝穴 还有呢 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就是耶稣的宝穴 他胜过了这个恶者 那今天呢 我们也同样 要活出基督来 就是自己的见证呢 在我们生活 看出来 因为基督 不在手挠我 所以看见蒙古人 就看见在他的身上 言行 能够彰显基督 这样的时候 基督得胜 那我们也就得胜 这个得胜达到什么地步 虽然对于死的 也不爱性命 就能够像耶稣一样 耶稣是最后为我们牺牲的 那么今天我们能向主的话 我们也能够在那个最大的考验 死亡领导的时候 我们能够持守得住 下面呢 就是讲到 天堂的战争 这个战争得胜了 所以都天和住在其中的 你们都快了吧 这是一个最大的喜悼 宇宙之间都荒唐了 因为注定撒旦要灭亡 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 只是地域还有火了 撒旦知道 在宇宙之间 他也再不能够去了 那么他就集住 在我们的地球上 所以当耶稣 牺牲以后呢 地上的 上帝的儿女 要受到更大的苦害 我们知道 在什么时候 要受到更大的苦害呢 那就在 哪个阶段 第一次呢 那就是在 罗马教皇掌权的时候 因为 罗马帝国杀害了很多基督徒 从第一个头开始 都是逼迫上帝子民的 但是杀害最惨最多的 就是那个 第七个头 杀死的基督徒 这下五千万 这就是魔鬼 他七分分下来 对地球上面 所造成的 上帝的儿女的一个 极大的迫害势力 下面我们再看第十四年节 人间自己被摔在地上 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 于是 有大鹰的两个翅膀 刺给妇人 叫她飞到 旷野到自己的地方 躲避那蛇 她在那里被养活 一载二载八载 这个地方所提到的 就是六节所提到的 十二章第六节 妇人就逃到旷野 在那里 由上帝给她预备的地方 是她被养活 一千二百六十天 也就是三年半 一载是一年 二载两年半年 半载半年 我们教会解释 一日是预表 所以呢 一日就是一年 这和前面都完全吻合的 那个龙啊 那个妇人啊 日陀月亮 都是预表 因此一日 按一年来计算 是预表 是符合的 如果前面不是预表 只是这句话预表 那看来就是不恰到 因为整个的 我们这里面 是以预表为主 来解释这段语言的 所以我们说 应该是一千八百六十年 记住子民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富人被养活 一载二载半载 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多少年 公元多少 638年 对 这年代我们一定要记熟 大家可以看到 中间好像一个空的世界 是不是 十三节 说在地上 就逼迫那生南海的富人 逼迫 生南海的富人 就是逼迫教会 注意啊 逼迫教会 什么时候逼迫呢 那就是耶稣复活升天以后 开始 罗马帝国 逼迫上帝教会 你逼迫到什么时候 逼迫到 中元三百多年 罗马帝国 杀害基督徒 最厉害 就是第二个 第二个时代的教会 士美纳 他们受苦难 十日了 一个戴特利先皇帝 那个十年之中 杀害基督徒 杀得很厉害 到了后来 三百 三百一十二年吧 那个时候就是 康斯丹兵皇帝 一百八十度的改变 别朋友了 所以这一段 提到呢 逼迫呢 生男孩子的妇人 就是到这个时候 于是 大英的两个翅膀 给妇人 又淘到旷野 这个时间呢 就应该在 这个教会 不再受逼迫以后 就出现了教皇 教皇什么时候得失呢 公元五百三十八年 当教皇得失了以后 就改变了 本来是这个龙 龙自己 借助一个罗马帝国 来逼迫上帝子民 那么后来呢 这个被逼迫的教会呢 就变了直 这个逼迫的教会 里面出了教皇 被逼迫的教会 就变成了教皇 而那个时候呢 真正的教会呢 就逃到旷野 就从这个教会当中呢 就是始终世代教会以后 那些中心的人 就成了那个逃到旷野的教会 这就变了 荣开始是借助帝国 以后为借助教皇 真正的教会呢 就是旷野的教会 也就是瓦登西 为代表的 他们就逃到旷野去 所以我们 知道呢 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时间很重要 在那里被养活1260天 躲避那个蛇 一载二载半载 就告诉我们 真正的教会 是什么 就是逃到旷野的教会 而这个施展他的权威 逼迫的 那就是撒旦充斥他的 虽然他原来是教会 后来就变职了 因此就是第七个头 我们讲第七个头 就是伦马教皇了 这个我们这么去理解呢 就完全明白了 有点不错 是吧 在那里 不养活一载二载半载 好 第十五节 蛇就在妇人身后 从口中吐出水来 像河一样 要将妇人冲去 地却帮助妇人开口 通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 这一点 我们现在大家回忆一下 这个蛇 还使得那个教皇了 是吧 当然撒旦 为什么我们说是教皇呢 因为我们看到 启示录里面 这个势力啊 是对他的权柄呢 十三章 十三章 又在那龙 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 给了术 这个术是什么呢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术 逼迫上帝子民 1260天的 所以他呢 是撒旦给他的权柄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蛇 土中吐出来的水 像河一样 这是预标什么 土中吐出来的水像河一样 军队 军队 圣经里面呢 有几个章节 我们可以看一看 说明这个 周术主义啊 就指着军队说的 以色云五十九章 以色亚五十九章 以色亚五十九章 第十九节 以色云五十九章 极流的河水充满 是耶和之气所驱逐的 仇敌好像极流河水充满 因为这段经文 都是预表性的 因此河水 也就是预表 预表什么 重来的 这种仇敌 我们知道 一般在这个公元 五百三十八年以后 在这一千二百六十年 特别到了后来的时候 勇马教皇 用几种残酷的手段 对待上帝的儿女呢 有几种 几种 大家记得了 像河水一样 军队 十字军 还有一种什么 耶稣会 耶稣会和十字军 就是教皇所用的 武力军队的 很残酷的 这名字都很好听 十字军 又是耶稣会 却是杀害基督徒 最残酷的 另外还有一个组织 叫什么 一端 一端裁判所 他称上帝的儿女是一端 实际上 他所说的一端 正是上帝的儿女 这个三个组织 来吞灭上帝的儿女 像河水一样 重来 这就是 替代那个 龙头 出来的水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 地 帝 帝 帝帮助富人 从龙头吐出来的水 这是代表什么呢 帝代表什么 帝 我们在过去学习的时候 帝代表什么 少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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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呢 这帝呢 实际上 有这么几个内容 一方面就是指着帝 为什么指着帝呢 就是宗教改革起来了 宗教改革起来以后 把很多 罗马教皇 他所控制的势力 夺回来 就是这些地区的人呢 他们不再服从教皇了 在当时历史记载的时候 有这些地方 欧洲的 德国 瑞士 赫兰 斯坎丁纳 维亚 英国 苏格兰 波西尼亚 奥地利 修亚利 当然的大部分 在的时候呢 都在 改宗教的掌管之中 本来的都是 罗马教皇的 为什么在改宗教呢 因为他们 都在服教皇 那就宗教改革起来以后呢 把这些人民的 思想呢 他转变了 这是以地图来说的 可是后来呢 这个 这个 罗马 很兴 他又把 很多土地啊 採夺了回来 既然他 多 还是呢 有相当的 这个土地呢 还是在改宗教的时候 所以 讲到地 还有第二个 说法呢 就是从这个 165几年的时候 那就宗教改革 那时候已经 达到一个高潮 瓦丁西人呢 特别遭受到 罗马 帝国的一种 罗马教皇的 杀害 那个时候 他发动了一次 就是杀害 瓦丁西人 就是1655年 那个时候 屠杀的很厉害 就震动了整个的欧洲 英国的一个首领 叫威克维尔 他看到这个情况 就不然大怒 他就给教皇说 如果你再这样 屠杀的话 我就要 撒动我的海军 来超免 这个时候呢 就是英国一个 极大的一种 这种势力呢 就脱使呢 教皇就停止了 这是 1655年的势 所以到了 1686年呢 某一些 瓦丁西人呢 后来他们就 逃到瑞士去 到瑞士以后 日内瓦人民呢 就非常 结成的 欢迎他们 在当时 瑞士的人民 就接待他们 作为上帝 把瓦丁西人 接去 那么这些呢 都是说明这个地 因为有 有一定的地区了 来接拿 这个改正教 上帝的子民 另外一点呢 在历史上 我们可以看到呢 到了这个 16几年 到17几年的时候 到17几年 英国的一些清教徒 他们就逃离了 英国那时候 受到一种宗教的迫害 他逃到美洲去 找到一片 那个好的土地 美国的祖先了 是吧 这也是一个属于土地的 这也可以指着呢 北非 埃特阿波一带的地方 他们是长期守安息日的 在守安息日当中 北非的埃特阿波人 可以说一直是 真守安息日 他们持守着 纯正的信仰 这些内容呢 在《善恶之争》里面 福禄七百十五 七百十六页 也提到的 另外呢 在基督教史纲 第284到286页 基督教史纲 284到286页 提到这个内容 地怎么开口呢 就是宗教改革起来 使得许多服从与教皇势力的 他们服从了宗教改革 因此呢 土地就开了口 把那个 罗马教皇的势力 给它吞了 那就这水没有了 吞到地里去 就说它的势力已经消失了 怎么消失的 就是宗教改革起来 所以我们过去呢 一直就是这样解释的 宗教改革起来 做成了这个工作 我们看到 你就很恰当 是吧 这个地呀 开口 吞到夫人口里所出来的水 在1260年当中所成就的 我们讲这段历史的 就让大家可以知道 我们看到 12章啊 都是有焰了 一步一步 宁愿到 现在